為什麼黃國昌這幾天的曝光度超級高 居住正義還有司法正義 這兩件事情是年輕人在乎 但是這七年過去之後 黑金槍毒炸橫行 不是政治圈的就問我說 為什麼黃國昌這幾天的曝光度超級高 一連串的這個脈絡 當然是因為黃國昌在日前宣布說 他要在7月16號的時候上凱道呢 然後他的這個搭檔是館長陳之翰 那做什麼事呢 黃國昌要在7月16號上凱道 他要訴求司法正義 還有落實居住正義的大遊行 然後呢 這兩個人從這個7月3號晚上8點開始募資 短短的72分鐘裡面 就為這一場遊行募到了200萬元 那這個還有網路上進一步分析說 到時候參加遊行的人可能會超過10萬 那主要的原因是 很多人覺得說這個居住正義 還有司法正義這兩件事情是年輕人在乎 年輕族群非常有感受的議題 那但是在蔡政府這個上任以來並沒有太顯著 甚至是還有退步的這個跡象 那蔡英文在2016年就職演說的時候曾經承諾司法改革 但是這7年過去之後看起來現在這個黑金槍跟毒 還有詐騙的炸黑金槍毒炸橫行 那不要更不要說民進黨在野的時候把這個居住正義掛在嘴邊 但是得到權力的魔戒戴上之後有沒有讓年輕人感覺到 不再被打壓跟不再被剝削呢 青年選票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一點一點的流失了 那我也很坦白講這個流失國民黨如果做的不夠好 顯然從民進黨流失的這個青年選票 對執政的不滿對現狀的不滿 並不會妥妥的流向國民黨去 不會大家會很仔細的評估 如果民進黨做的不好那誰有機會做的好 誰有可能做的比他好 那他才是有可能被賦予支持跟選票的 有時是我們不願意見過 你不見過 你不見過 不見過 有時可以 有時有時有可能 有時有的 有時有時間 你不見過